同学聚会 不知道哪个大聪明 把地点定在了海上 班长在群里激动地通知 同学们 陆大土豪愿意为这次聚会 提供他的私人游艇 死对头陆阳适时地 发了几张游艇照片 群里炸锅了 我感觉不对劲 点开照片 这特末不是我的游艇吗 我被拉进高中同学的微信群 一进去就看到班长在发消息 同学们 陆大土豪愿意为这次聚会 提供他的私人游艇 一旦激起千层浪 群里立马开始消息轰炸 行啊 陆阳 什么时候买的游艇 毫无人性 我喜欢 哇 开始期待这次的同学聚会了 我要站在甲板上自拍发朋友圈 陆总 把你的游艇照片发几张 让大家先保保眼福呗 随后 陆阳迅速发了几张照片 好像是一早就准备好了似的 照片拍得很全面 驾驶舱 甲板 露天望台 客厅 卧室 厨房 卫生间 应有尽有 群里又是一阵艳羡之声 我随手滑着 并没有兴趣点开那些照片 却觉得有种宿命般的巧合 陆阳居然跟我一样 也买了艘舟游艇 而且看起来还蛮像的 上学那阵 我俩就是班里的第一和第二 这次我考第一 下次他考第一 我去省里参加竞赛 他得知后也马上报名 我参加运动会拿了名次 他也必须在另一个项目上获奖 就连我毕业后 才敢去表白的女孩 陆阳也要来抢 而且还真特么地被他抢走了 陆阳说到 最后一张了 大家想看的话 下周的聚会就不要缺席 其实我跟高中同学 几乎都断了联系 他们说的这个聚会 我无意参加 正要关掉手机 一张游艇外部的照片发了过来 船身上印着大大的字样 H与Y十分显眼 我微微皱眉 把照片点开后 放大 再放大 再三确认 自己真的没有看错 妈的 这不是我的游艇吗 游艇内部设计就不说了 有可能是巧合 但这个H和Y 是我和我女朋友的名字缩写 而且 这个字体 是我女朋友亲手设计的 全世界独一无二 几天前 朋友找我借游艇 说他爸战友的儿子 想借个游艇办聚会 他就找上了我 我那个游艇 自从买了后 也就用了两三次 所以我没多问 大方帝借出去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 原来是借到路阳那去了 正回忆着 路阳突然在群里挨特我 老同学 进了群怎么不说话 这么多年不跟大家联络 这次聚会再不来 就说不过去了吧 我的头像就是我照片 他认出了 我不奇怪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聊天见面又跳动起来 宋恒 不是早都出国了吗 你还不知道啊 听说人都回来半年多了 都说衣锦还乡 有的人不声不响的 回来 莫不是国外混不下去了 又不是出了国就风光无限 多少人在国外端盘子赚小费 辛苦着呢 我留意了下 说话的都是当年 跟路阳关系好的几个人 我微微一笑 回了几个字 去 我一定去 聚会那天天气很好 适合出海 出发前 我给老李打了个电话 老李有游艇驾照 之前每次出海 就是他负责驾驶 这回 我朋友借给游艇 顺便把老李也推荐给他了 宋总 我在游艇上呢 知道了 一会儿我也会去 你看到我的话别吱声 我抵达码头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满身logo 全市名牌的陆阳 带着墨镜 积极招呼同学们上船 我不紧不慢走过去 陆阳食指微微压下墨镜 上下将我打亮了翻 嘴角扯出一个笑 多年不见 没怎么变啊 我也笑 不比陆总 功成名就 贵气逼人 班长站在甲板上大喊 宋恒也来了 这下人齐了 上去之前 我忍不住又看了眼游艇侧面 陆阳注意到我的动作 语气中带着一丝吃笑 想拍照 一会儿有的是机会 我哑然失笑 没接他的话 游艇中层 有足够容纳20人的客厅 这次主要都是住在本市的同学来聚会 所以空间绰绰有余 十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聊天 我默默走到一个角落 没有参与 我看见胡晓曼坐在正中间 背脊挺直 五官秀美 自从我俩分手后 他选择了陆阳 这应该是这么多年 我们第一次再见 陆阳从我身后走过去搂住了他 对着众人说道 同学们都来了 咱们就出发吧 众人欢呼一声 游艇渐渐驶离马头 陆阳 你的游艇出海 是不是要报备 那必须的 这大游艇真带劲 什么时候买的 也没多久 这得多少钱啊 陆阳和胡晓曼对视一眼 陆阳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百万 陆阳轻轻摇头 卧槽 三千万 陆阳笑了 在场众人择舌 纷纷感叹 知道陆阳有钱 但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如此有钱 陆阳只是笑而不语 默默接受大家的赞叹和羡慕 这个B属时 是让他装到了 我都不敢吹这种牛 这游艇 其实总共花费 总共不到两千万 我看向他怀里 同样笑得开心 毫无表演痕迹的女人 默默叹息 曾经单纯不安事事的女孩 现在居然也变得如此世俗 有人迫不及待 拿出手机开始拍照 边拍边说道 这还是我第一次 坐私人游艇 没想到里面这么大 小曼 真羡慕你 你恐怕都做腻了吧 胡小曼鸣嘴一笑 哪有那么夸张 今天是老同学聚会 大家都别拘束 我和陆阳给大家 准备了吃的喝的 大家自便 胡小曼边说 边从酒柜里 拿出红酒和酒杯 自如的样子 好像他真的是游艇的主人 可能私人豪华游艇的体验 实在是太过于新奇 接下来大家的话题 还是离不开这个 男同学则追问 陆阳游艇日常 如何维护保养 陆阳都一一应答 我小口小口 坐着红酒静静的听 暗叹陆阳说的 虽然不十分准确 但还真大差不差 这家伙 看来为了装逼 是下了功夫了 有个女同学好奇地问 陆阳 小曼 我来的时候 看到游艇外头 写着HMY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看向他二人 也很好奇 陆阳会怎么解释 陆阳丝毫不见慌乱 淡定一笑扬声道 诸位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显而易见 就是我和小曼的名字 首字母呀 我正住了 这特么也行 有人问 那怎么不是胡合路 或者曼和阳 H号 Y 玉号啊 婚约 海洋 欢迎 回忆 陆阳一口气说了一堆词 听得我直呼好家伙 我跟我女朋友 当初都没想到这么多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中的嘲讽之意 太明显 陆阳的目光掠过我身上时 眼睛一眯 道 大家别说我了 宋恒好不容易来了 怎么都不关注关注 十几双眼睛 顿时齐刷刷向我看来 宋恒 来了 就别躲着不说话 难道是被陆总之大游挺震慑住了 说话的是陈大雷 这家伙从前就是陆阳身边的狗腿子 如今看来依旧没变 此刻他眼中带着戏血 一副要看好戏的样子 我忽然想到 早几年我刚创业起步时 一时资金周转不过来 去银行做房产抵押的时候 遇到过陈大雷 当时他假装诧异 实则讥讽的夸张模样 我现在还印象深刻 哎呦喂 宋恒你怎么搞的 连房子都要抵押了 我今天出门没带太多钱 这二百事 我帮你的 毕竟大家都是老同学嘛 那会我还年轻气盛 面子抹不开 当场就黑了脸 把钱甩给了他 我放下酒杯笑道 看你说的 我人都来了 为什么要躲 况且 这游艇就这么点大 我多打去啊 我看到陆阳的眉毛一条 陈大雷没想到 我对他们羡慕不已的 豪华游艇很不羡 看了眼陆阳又对我道 哼 真酸啊 随即好几个人跟着他附和 就是 装什么呀 自己指不定 车子房子都没有 他房子前些年 就给银行抵押了 早都没了 嘖嘖嘖 可怜可怜 这些不佳掩饰的嘲讽 让陆阳心情大好 他端着酒杯 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面向我 宋恒 多年不见 你嘴硬的毛病 还是没改啊 我不甘示弱 彼此彼此 多年不见 陆总还是个爱冲门面的人啊 这下 不止陆阳 连胡小曼也皱起了眉头 陈大雷忍不住嚷嚷起来 什么冲门面 你有游艇吗 你就隔着阴阳怪气的 我有啊 我直接打断他的话 陈大雷神情一顿 狐疑地看着我 我举起手机 把照片对他面前 那是刚买了游艇后 女朋友帮我拍的一张 和游艇的合影 看着陈大雷眼珠子 快瞪出来的样子 我忍住笑意 再次强调 游艇我也有 而且跟陆总的这个差不多 这下不止他 在场所有人都惊住了 陆阳脸色变化最精彩 怀疑 尴尬 恼怒 陆阳大学毕业后 靠着家里的支持 进军医美行业开了个店 听说做的还挺风生水起 医美这行业暴力 估计他这几年赚了不少 从小骄傲到大的他 怎么能容忍别人 抢走他的风头呢 更何况 这个人还是他上学时的死对头 空气安静了几秒 然后有个跟胡小曼 关系不错的女同学喊 PS谁不会啊 我还能把自己 屁到宇宙飞船上去呢 陈大雷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忙道 对 肯定是屁的 不然你怎么就这张照片 就猜到他们会这么说 我笑笑收起手机没再说话 真像嘛 到最后揭开的时候 才最有意思 看我没再解释 一群人显然是认同照片 就是我PS的了 有人吐槽我 太丢人了 陆阳的游艇 把某些人刺激得不轻啊 陆阳的另一个狗腿子 赵新冷笑一声 我记得宋恒高考志愿田 的是计算机专业 难道后来 转去修吹牛专业了 众人爆发出一阵哄笑 我坐在沙发上 一手脱腮 丝毫没有因为他的嘲讽而生气 反倒认真地点点头 大学没有学吹牛 但是现在在努力学习 怎么对着投资人画饼 一个女同学转头问胡小曼 她上学那会儿 没这么油嘴滑舌吧 陆阳此时的脸色恢复了正常 胡小曼鸣嘴笑道 宋恒可真幽默 一来就跟大家开玩笑 陆阳翻了个白眼 宋恒 今天这儿都是老同学 都知根知底的 你怎么就非要装枪做事呢 当年我跟陆阳在各方面 都能一较高下 唯独有一点 我比不过他 我家穷 陆阳家有钱 高考完他就全国到处旅游去了 而我奔波在工地上 打工挣学费 我家条件不好 这点班里所有人都知道 我微微一笑 回他 没有啊 行 那宋老板给大家伙说说 做什么生意 你的投资人给你投了多少钱 准备什么时候 去那斯达克敲钟啊 我一本正经回答他 互联网相关 投了多少钱 看你问哪一轮了 至于敲钟 顺利的花下个月吧 扑 有人忍不住把酒喷了出来 陆阳冷笑连连 显然我说的话 他一个字都不相信 但他还是顺着我的话往下说 是吗 那真要恭喜你了 到时候 宋老板可一定要广而告知 我们一定多买些你的股票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陈大雷嚷嚷道 得了吧 就他还做生意 最多当个程序员 你们看他浑身上下 再看看人家陆阳 谁是老板一目了然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今天穿的 虽然没有任何明显的logo 但是比起陆阳那招摇的一身 我这有品位多了好吧 这时又有一个人插话 但是我好像听说 宋恒真的在创业 人前两年还在硅谷待着呢 不过现在回来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失败了 我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我的确刚从硅谷回来 我还以为这里没人知道呢 但是我的表情在众人看来 好像被戳破了真相一般的意外 陆阳阳做惋惜的叹了口气 在座的都是老同学 大家是知道我的 谁有难处我要是知道了 那肯定能帮就帮 宋恒 如果你跟我开口 我给你的项目投资个一两百万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应和 陆总慷慨 谁不知道 就是 宋恒 我看你也别死鸭子嘴硬了 不如今天就跟陆总讲讲你的项目 说不定陆总大发慈悲 帮帮你呢 我默默听着他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 但笑不语 赵新忽然想到了什么 特别兴奋地说道 年前咱母校新图书馆落成 陆总捐了五十万 购买图书和设备 都上当地头条了 这么大的事 当然知道了 到底是陆大公子 这大手笔 谁能比得上 陆阳在彩虹屁中 笑得合不拢嘴 但还是白手做谦虚状 表示五十万而已 没什么的 胡小曼柔柔道 我公婆也是咱们校友 他们常常教育我和陆阳 做人不能忘本 母校培养了我们 我们有了能力 自然就要回馈母校 小曼说得对 我爸妈就是这个态度 陆阳拉住胡小曼的手 又道 哎宋恒 我记得 你当年就特别爱在图书馆泡着 你要是有时间 就回学校看看呗 新图书馆 比原来那个气派多了 而且 你上大学的学费 还是母校资助的 可不能毕业了 就再也不回去看看 我笑着点点头 假装没听懂 他后面的一有所指 不就是讽刺 我不能回馈母校任何东西吗 不过他前面说的倒是没错 我曾经的确特别爱在图书馆里看书 新图书馆比旧的要大得多 每一层楼都有鲜明的主题 涉及了自然 人文 科学 艺术 教育 甚至还有个VR体验馆 极具科技感 我之所以这么清楚 那是因为 这栋图书馆 就是我捐的 我在设计阶段 还提出了不少有用的建议呢 当然了 这些是陆阳他们是不知道的 毕竟我是匿名捐赠 而且因为当时在国外 一直没有回来过 高考结束那年 我爸给人家打工出了意外 我辛苦传的大学学费 都送进了医院 学校知晓我家的情况后 以奖励的名义 给我家送来了一万块 这份恩情我一直铭记着 做人 当然不能忘本 我不接话之后 众人的注意力 慢慢就不在我身上了 女同学们围着胡小曼 羡慕地说着保养之道 问她是不是结婚之后 什么都不操心 只要安心花钱就好了 陆阳插嘴 你们可别以为 我家小曼只会当扣太太 她去年在我们圈子里 发起了一个公益项目 做得有声有色的 听说连市长都过问过 市长哎 小曼 你太厉害了 是啊 说不定回头市长 还要见你呢 胡小曼鸣嘴笑 八字还没一撇呢 不过如果这个项目 能得到市长的关注的话 相信我这个公益事业 会越做越大 帮助到更多的人 此时此刻的陆阳和胡小曼 在昔日同学们眼中 妥妥的人生赢家 我始终淡笑 偶尔在陆阳 又聊了一阵 有人提议去甲板上看看 此时游艇已经开出了很远 海面平静 一望无际 令人心旷神疑 大家嬉笑着 开始拍照发朋友圈 陆总 你这游艇上 肯定有钓杆吧 我还没海钓过呢 今天一定要试试 不知道谁忽然提议 众人一听都来了兴趣 好啊 钓条大鱼上来 当咱们的晚餐 陆总 快给大家找下鱼具吧 几个人兴奋地催促 陆阳眼神闪躲起来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之后 他带着微微的歉意说道 不好意思了诸位 因为我从来不钓鱼的 来之前考虑不周 没有为大家准备 下次一定提前准备 刚刚还催促的几个人 失望之情 一下子异于言表 又不好当着陆阳 这个主人的面说什么 只是打哈哈 表示没关系 本来已靠在 一边的我轻咳了一声 假装惊奇道 陆总是不是贵人多忘事 这游艇上有钓具啊 陆阳闻言一愣 一时之间不知该做何反应 赵新看着陆阳的样子 不悦地反问我 你这人可真逗 这游艇是你的啊 陈大雷也接话 就是 有没有人家 陆总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没理会他 静止走向甲板尾部 蹲下 打开暗阁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把吊杆 尔料香 支架等等工具 一一取出来 原本嘈杂的现场 慢慢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不说话 转身看着我 只有我的动作 发出轻微的响声 赵新离我最近 满脸错愕 张大的嘴巴 能塞进去一颗鸡蛋 我把所有东西 都找出来之后 对着陆阳喊 陆总 你的余句都在这里了 陆阳此时此刻 脸上的表情 简直称得上是精彩分成 疑惑 尴尬 紧张 窘迫 各种情绪交织 刚刚还滔滔不绝 谈笑丰盛的陆阳 现在好像 被人掐住了脖子 整张脸红的发子 陈大雷不可置信地指着我 拧拧拧了半天 也没蹦出个屁来 胡小曼在起初的震惊过后 最先反应过来 他嘴角扯出一丝笑容 拍了一把陆阳的肩膀 道 哎呀 老公你不知道 上次是我让人把鱼句放上来的 没告诉你 我自己 又忘了这回事 都怪我都怪我 陆阳借着这个台阶盲点头 这样啊 我说呢 怎么突然又有了 我拍拍手上的灰 夸赞道 陆总说自己不钓鱼 但我看这些东西 可都很专业啊 陆阳虽然不明白 我为什么能一下子就找到鱼句 但是现在 看向我的眼神 蕴含着极大的怒意 毕竟我差点 让他下不来台 他没理我 胡小曼笑道 之前有个朋友 来玩留下的 我们的确是不太懂 好了好了 咱们不说这个了 说吧 他赶紧去招呼 刚刚起哄要钓鱼的几个同学了 众人散开以后 陆阳才走近我 低声恨恨道 不管怎么样 宋恒 你必须承认 你输得很彻底 我诧异地看他 女人 他看向和同学们 优雅交谈的胡小曼 金钱 他指了指手腕上的 铭表和游艇 地位 他抬起下巴 看了眼热闹的众人 我都有 你呢 我低下头 陆阳以为我是羞愧了 呵呵笑起来 他拍着我的肩膀道 咱们俩起点就不一样 有些东西 就是命知道吗 命里有时中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低着头 极力忍住我眼中的笑意 不让他看到 旁边忽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原来有人真的钓上来一条大鱼 在甲板上玩了许久 众人静了心 也实在是受不了灼热的阳光 我们又回到了客厅 班长感慨道 没想到 一转眼都这么多年了 同学们都成家了 咱们还有好几个孩子都有了的 几个女生又表示 只有陆阳和胡小曼这一对 完成了爱情长跑 让人最是羡慕 胡小曼忽然道 咱们班别人的婚礼 我都参加过 唯独送恒 你应该也结婚了吧 你太太是大家认识的人吗 这个问题 让我有些迟疑了 我在心中默默想着 我女朋友 你们应该都认识 但是 她可不一定认识你们 嗯 其实我还没结婚 陈大雷夸张地叫起来 看吧 我说对了 她背着一身债 谁会嫁给她 我斜眼瞅她 想反驳 却又忍下了 涉及到音音 我不想说太多 给她们落下任何画面 事实是 在我人生最失忆痛苦的时候 我遇到了同样遭遇挫折的音音 我们像两只受伤的野兽 互相温暖互相陪伴 我鼓励她重建信心 她陪着我东山再起 我们订婚的时候 我仍旧一无所有 电视上正播放着一则新闻 我眼前一亮 认真地看了起来 一个女同学指着电视 快看 是奥运冠军许莺莺 这是去年的比赛啊 我看过 特别撒 那有什么 人家为国争光 也给咱们A式争光 值得 去年回国市长 亲自到机场接机 太有面了 陈大雷痴痴地说着 她真的是我的女神 也不知道她有男朋友了没有 赵星推了她一把 人家早就订婚了 你就死心吧 听到这话 我勾起唇角 胡小曼的手机 又响了起来 她低头看了下 继而高兴道 老公 是周校长 周校长是学校的老校长了 德高望重 深受师生们爱戴 陈大雷嘴快 当即说道 陆总给学校捐了五十万 咱老校长 这是亲自倒下来了吧 陆阳表情隐隐透着自得 示意胡小曼接听 没想到电话刚通 那边第一句话 出乎所有人意料 小曼 今天是你们班同学聚会吗 我好像在你朋友圈里 看到宋恒了 他是不是也在 老校长的情绪显然比较激动 语气听起来十分迫切 陆阳笑着 嘴角才脸到一半 就尴尬地僵住了 胡小曼意外极了 他根本没料到 校长打来电话 不是找他 也不是找陆阳 竟然是找我 他呆呆地拿着手机 还在争冲间 老校长又催促起来 小曼 能听到我说话吗 啊我在 周校长 宋恒 他的确也在呢 那就好那就好 好了 我就先不打扰你们的聚会了 然后电话就被挂掉了 安静 空气里又是诡异的安静 我只好率先出声打破僵局 校长估计找我有事 没联系到我 众人狐疑 却不知从何问起 陆阳也只是板着脸 我按开手机 想看看 校长是不是给我发了消息 没想到旁边的班长眼尖 突然大声道 宋恒也是许盈英的粉丝啊 连平保都是他 这时好几个人都凑了过来 一看果然如此 而且 照片里不知许盈英 还有我在旁边单手搂着他肩膀 陈大雷耻笑我 又是PS的吧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我还没来得及否认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真巧 是盈盈 我按下了接听 声音不由地温柔起来 盈盈 训练结束了 电话那边的人像只小猫在撒娇 哎呀 好想快点结束呀 封闭训练两个月 我想回家吃你做的饭了 想到盈盈此刻肯定正撅着嘴 我笑出了声 再坚持几天 回来了 天天做你爱吃的 可能我表现得实在是太明显了 周围的同学都猜出了 宋恒 怎么不直接视频 让我们看看 你女朋友是谁啊 我皱起眉 耐着性子道 手机给我 陈大雷却根本不听我的 直接对着手机说了起来 你是宋恒的女朋友吗 我们都是他高中同学 想看看你 可以吧 这一下我是真的生气了 站起身想把手机抢回来 嘿 你女朋友真害羞 一句话都不说 就把电话挂掉了 陈大雷拿着手机大笑 下一秒 一个视频电话打了过来 陈大雷止住了笑 看到盈盈打来的视频电话 我反而不着急了 从始至终 我只在意他的态度 既然他愿意 那我也不会觉得 这有什么 他从来都是个有主意的姑娘 陈大雷看看周围 一脸要揭开秘密的兴奋表情 他先用手机给电视投了个屏 然后才按下了接听键 这下 所有人都能在电视里 清楚地看到视频里的人 音音大方帝打着招呼 你们好 我就是宋恒的女朋友 许音音 刚刚还大喊大叫的陈大雷 此刻好像突然被人按下了停止键 他保持着举着手机的动作 目瞪口呆 音音又道 嗯 其实准确来说 是未婚妻 而且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音音竖起了戴着戒指的手掌 陈大雷另一只手里 还拿着一瓶没打开的饮料 听到这话后 饮料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也惊醒了发呆的众人 啊啊啊 有个女同学猛地尖叫起来 连我都被吓了一跳 是许音音啊 真的是许音音啊 游艇内瞬间有些骚乱 一群人都往陈大雷身边去凑 争前恐后地跟视频里的人打招呼 许音音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的比赛我每场都看 冠军 冠军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粉丝 音音 你可以给我签名吗 可以跟你合影吗 同学聚会瞬间变成追星现场 连我都没有预料到 而且 我被激动的人群给挤了出来 和最外围的陆阳夫妇站在了一起 胡小曼眼中 还是满满的不确定与震惊 她迟疑着问我 许音音 她 和你 我点点头 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 对 她是我的未婚妻 陆阳醋眉 嘴巴紧紧抿着 始终沉着脸 一言不发 几分钟后 我听到音音的声音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聊 我得去训练了 再见 电话那头的音音挂断了电话 游艇上的众人 齐齐发出了一声 意犹未尽的叹息 陈大雷小心翼翼地 捧着我的手机 宋恒 宋哥 你 你 你手机 她此时对我的态度 和刚刚相比 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 前后巨大的反差 令我玩耳 我接过她双手奉上的手机 轻笑 这下相信了 陈大雷点头如捣蒜 信 我信 哥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和偶像见个面 你放心我保证不做什么 最多喝个影 这时周围的同学也都涌了过来 纷纷激动地表示想和音音见面 五分钟前 人群的中心还是陆阳 现在忽然就成了我 我听到陆阳冷哼了一声 用不大不小的音调说道 没想到啊 当年的大才子 现在居然吃起了软饭 听到这话 我收起笑容看向他 正色道 陆阳 注意你的措辞 陆阳抬起下巴 看向我的眼神 更加不屑和轻蔑 怎么 我说错了吗 我说呢 打尖来这游艇上 就一副不可一世 不甘认输的模样 原来是有了靠山 还是个女人 刚刚还对我态度 有所改善的众人 听到陆阳骂我吃软饭 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 照星开始添油加醋 你自己看你刚刚打电话的样子 活脱脱一只哈巴狗 老婆牛逼算什么 有本事像人家陆老板一样啊 不行了吧 看着陆阳一身浮夸的装扮 我撇撇嘴 让我像他 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刚要退出手机投屏的时候 校长的消息 就一条接着一条发过来了 所有人都在电视上 看得清清楚楚 宋恒娜 回国怎么不说一声 你给学校捐的图书馆 什么时候 回来看一看 你这孩子 做好事不留名 非要匿名捐赠 这次无论如何 我都得代表学校 跟你当面致谢 我听到陈大雷熬的一嗓子 活像之哈士奇 啊 有人发出了吐蕃鼠尖叫 梯里哐郎的 有人把酒杯碰倒了 游艇内又嘈杂起来了 卧槽 卧槽 看到没 你们看到了没 那个人是校长吧 他说 谁捐的图书馆 宋 哼 宋恒给学校捐了什么 书馆 宋恒和图书馆是什么关系 捐 赠 所有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的看着我 陆阳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 因为我而变了脸色 眼中阴沉沉的 胡小曼凝眉 似乎也陷入了沉思 赵新在陆阳耳边说了几句 陆阳脸色缓和了几分 他突兀的开始给我鼓掌 我不解的看向他 还是奥运冠军的家底丰厚呢 卵饭吃得很高明 这种功劳都敢领 原来是这样 他以为图书馆其实是阴阴出资捐赠 但是却被我用自己的名义冒充 我敲起二郎腿 靠坐在沙发上 缓缓道 陆阳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自己的判断 陆阳讥笑 就凭你 混不下去了 只能出国 我哑然失笑 一针剑血道 不如说 是你见不得我比你成功吧 陆阳白眼快翻上了天 正要再反驳 本来稳稳行驶的游艇 突然剧烈晃动了起来 突如其来的失重感 让人不由的恐慌 没防备的众人东倒西歪 好多人忍不住惊声尖叫 混乱中 我听到驾驶舱的牢里在喊 不好了 大浪来了 可能是台风 我心中一惊 快速跑到甲板上观察了一番 随后赶紧冲回游艇内 此刻众人慌乱不已 胆小的一些 甚至哭了起来 陆阳和胡小曼 正躲在一处角落 双手死死抓着猪腿 我沉住气 大声道 大家都冷静点 一个人联系岸上 争取救援 再来几个人 跟我去取救生衣 快点 几个男同学顾不得多想 忙站了起来 陈大雷举着手机哭诉 没信号啊 完了呀 要完蛋了 我立声喝住他的哭声 去找老李 游艇上有卫星变化 分发给每个同学 给到陆阳的时候 他京剧又疑惑地看着我 咬着牙接过了救生衣 好在老李经验丰富 准确判断了 台风动态和强度 及时改变了航向和航速 最后成功绕出了危险区域 将游艇停靠在了 最近的一处避难区 游艇靠岸的时候 众人一脸截候余生的庆幸 刚才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呢 好害怕呀 多亏了宋恒 是啊 要不是宋恒 我这小命 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 我尝出一口气 随即安慰道 大家其实不用那么害怕 咱们距离台风中心 还有些距离 而且老李出海经验丰富 肯定不会出事的 宋恒 陈大雷不安地看了眼陆阳 还是忍不住问我 为什么 你对游艇上的设备 那么了解啊 你是不是也真的有一辆游艇 所有人看向了我 包括陆阳和胡小曼 老李从驾驶时出来 静止走到我面前 多亏你了老脸 老李憨笑道 宋董的游艇 我开了好几次了 算是比较熟悉 要是别人的 可能还没这么顺利 陈大雷脱离了危险 终于震惊下来了 他文言立刻喊起来 什么宋总的游艇 师傅你搞错了 这是陆总的游艇 陆阳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陈大雷后面 勾住他肩膀抢笑道 大家都没事就好 一会儿回去了 我请大家去小江阁吃饭 给大家押金 若是之前 陆阳发话 那必定是一呼百应 众人簇拥 可经历了刚刚的显况 陆阳这个游艇主人 始终归缩在角落 相比之下 是我跑前跑后 想办法脱险 同学们心里 都有些怪异起来 竟然都沉默着没有接话 胡小曼出来打圆场 大家是不是还有些后怕 没事 休息休息就缓过来了 我没错过陆阳 给老李试眼色 让他回驾驶试去那一幕 他心里什么 小九九我一清二楚 很可惜 我已经没耐心 陪他演下去了 我拉住老李 老李 这次游艇 不知道有没有哪里受损 劳烦你回头 帮我细细检查一遍 跟之前一样 老李很自然地点头 放心吧宋总 什么 身后一道尖叫 又是陈大雷 我没想到多年不见 他现在竟然这么爱一惊一扎 陈大雷顾不得 刚刚还死里逃生的后怕 冲到老李面前 说出的话 变得磕磕绊绊 你说这游艇是谁的 老李看看我 又看看陈大雷 宋总啊 哪个宋总 老李彻底猛了 看着我 我笑着示意他 不用理会陈大雷 老李一脸莫名其妙 去驾驶舱了 陈大雷颤抖着手指着我 他说的宋总 不会 不会 就是你吧 我笑 你觉得呢 大家都不是傻子 我在游艇上 第一时间找出了救生工具 跟老李默契配合 再加上老李刚刚的话 已经不用我再多说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怪不得他知道 哪里有吊杆 所以 这游艇根本就不是陆阳的 那就是接的咯 但是怎么就接到宋恒头上去了 不少人一边窃窃私语 一边看向陆阳 陆阳胸膛剧烈起伏 脸成了猪干色 班长忽然道 我知道了 船身上的H是你的名字 Y是许音音的音对不对 游艇果真是你的呀 众人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 唯独陆阳一言不发 这期间 胡小曼想拉着他说什么 被他狠狠甩开了 我看到胡小曼眼中闪着泪光 却不得不继续强颜欢笑 摇了摇头 陆阳这次 装逼不成 反被我这个正主当面揭穿 脸实在是丢大了 那天他回去后 好像就退群了 陈大雷这个家伙 我从前跟在陆阳屁股后面 现在竟然掉转头 天天在群里爱特我 说想要阴阴的签名 我不胜其扰 一直没通过他的好友申请 而其他人 对我的态度 也彻底改变了 不少人私下联系我 跟我道歉 说当初陆阳跟他们说了 我不少的坏话 他们才那样 让我不要介意 我回了趟母校 在校长的陪同下 参观了学校图书馆 参观过程中 我问起陆阳胡小曼 捐款买书的事情 校长神色尴尬起来 我想到陆阳 有些无语 校长 我和我未婚妻 想以共同的名义 为母校捐赠一批图书 校长又激动起来 你说的是奥运冠军许莺莺吗 只要她能来学校 为孩子们做个演讲就好了呀 最好你们两个都做个演讲 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 坚持不放弃 我笑道 我没问题 我未婚妻也一定乐意置之